小甜甜家暴風波越演越烈 昨天她才拋出五千字文 通訴自己因被家暴堅持報警 才遭教會妖魔化 沒想到6日凌晨 宋先生竟PO出三段影片反擊 只稱自己是被小甜甜 挑釁了5到10分鐘 才做出暴力舉動的 然後我的腳什麼都被你打 昨天你要怎麼解釋 全部被你打傷了 我只能說事數不有意 以前的新聞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到底要各自 很新質問這樣 所以你就是打我啦 有沒有打嘛 我打 因為我有先警告你不要再打我 我沒有打你 我那時候沒有打你 我是提 我只有 七根打不就一樣 還在要與病喔 七根打跟踹不就是打人 你是站起來這樣踹我的 這樣弄我 還弄我的腳欸 而且你是 你是站起來打的 然後咧 所以你躺著打人就不是打人 那我躺著殺人就不是殺人喔 拜託 我要先為自己身為丈夫 卻沒辦法忍住太太的挑釁 做了不應待的舉動 在這邊我要向我的老婆 以及社會大眾事前 對不起 之後宋先生也說 他以為在小族長的安撫下 夫妻倆已經和好 沒想到事後 竟收到家事庭的通知 才知道自己被老婆 告了刑事的傷害罪 他真的很難過 此外 他也向教會道歉 表示因為夫妻倆 私底下的生活 讓他們承受了 布什的抨擊對不起 小甜甜看完常文後 先在底下留言回應 要宋先生不要刪文喔 因為他的保護令 是宋先生對外有說明布什 就能立刻報警處理 他表示警察已經過去了 然後6日一早 小甜甜也再度發聲 說自己看到宋先生的發文震驚了 並殺眼質問 是誰指使你出來說這些謊的 是誰幫你寫生命稿 讓你照著念的 是誰叫說你偷我的手機 再把我手機影片 存到你的手機的 你知道這犯法嗎 而宋先生發出來的澄清片 可以看到他從頭到尾 不斷低頭看稿 跟4日開記者會的宋一名一模模一樣樣 就被文友狂窺跟宋牧師 好像一樣照稿念耶 搞是宋牧師幫你寫的嗎 一起照稿念一起宴 還要他之後背好再來說啦